美国电影网站TC Candler自2011年每年都会公开全球百大帅哥美女连孔榜 适逢年末 近日出炉了2019年的最新榜单 帅哥榜前三名为EDA前成员赞安 雷神克里斯汉斯沃 BTSW 美女榜则是土耳其女星Handorkel 以色列超模Yayu Shobby After School Nana 值得注意的是已故的高以祥仍打尽第53名 台湾女孩子于则从去年第2名退到第15名 2019年百大帅哥榜金出炉 前三名为赞安 克里斯汉斯沃 韩国男星B 从第4名起是美国队长克里斯伊凡 格雷的50道阴影杰米道南 土耳其男星Ate Eilussi 菲律宾男星James Reed 英国男星伊卓瑞斯艾巴 意大利布洛克马里亚诺迪瓦奥 巴西摩特马龙塔克薛拉 美女榜方面 除了上述的前三名外 第4名是超模泰勒西尔 其次是泰国女星RSA Sperbund 妙丽艾玛华森 古巴女演员安娜德哈马斯 迪利热巴 蜘蛛女星蒂亚 法国模特戴兰布兰多 而娜娜过去曾得到世界第一美殊荣 今年中回前三名 但子余却从第2名跌到第15名 此外 今年恢复单身的宋慧桥是第33名 国民初恋秀制排第54名 徐伟宁则有第72名 阅读更多新闻 浙江卫视跨年晚会开票 至今未官宣嘉宾名单 网友和多位明星因为高一祥表示抵制 时间宛若白居过细 不过一瞬而已 在不知不觉间2019年即将结束 充满未知和希望的2020年悄然来临 跨年夜是一个非常受重视的夜晚 每到这时世界上的各个地区都会举办许多热闹的活动 以此来告别即将过去的一年 并对新的一年进行美好的展望 我国的各大电视台每年都会举办跨年晚会 是仅次于春晚的视觉盛宴 吸引了无数明星参加 如今元旦即将到来 各大电视台都在如火朝天地准备跨年晚会 并对外公布了嘉宾名单 但浙江电视台却因为不久之前的高以祥事件被观众唾弃 就连这次跨年晚会也低调了许多 至今仍然没有对外公布嘉宾名单 就在不久之前 有网友爆出浙江卫视跨年晚会的门票已经开始售卖 并将主题定位感恩由你 对此网友们纷纷表示为了高以祥要坚决抵制浙江卫视 就算是送票都不会去看 并嘲讽了晚会的主题 不仅仅是观众对浙江卫视的跨年晚会表示抵制 就连很多明星也都撇清了关系 前几天 网上传言周杰伦会去参加 可没多久周杰伦就发文澄清表示不会去 早前与浙江签署了协议的王力宏 在高以祥事件发生后不久便强硬地解约了 哪怕是承担巨额的违约金也在所不息 不过好在王力宏已经与江苏卫视签署了新的协议 此前因为被撰视浙江卫视跨年演唱会赞助公布 公司老板 明道遭受了不少抨击 最后不得不公开发表声明进行澄清 如今的浙江卫视已经到了人人喊打的境地 很多大牌明星都明确表示了与其划清界限 看来这次跨年晚会凶多极少 但具体质量如何还要等到开始后才能有定论 大家是如何看待这件事的呢 请在评论区里留言吧 谢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